我回本子求回家哦 交卖现场喊到烧虾 吸引民众来抢买 把握台北内湖花式 108小时不打烊 只营业到除夕中午12点 业者清仓大拍卖果然奏效 把握时间把握机会 这位阿姨手能包多少 奏买多少 短短10分钟 玫瑰百合销售一空 就连象征新的开始的白玫瑰 花式摊贩也销价竞争 像我手上这一束进口白玫瑰 原价一束要1000多元 现在下刷一折 一束只要100元相当的划算 因此有不少人呢 人手都是一束花 原本百合一束原价600元 现在只要200元 乒乓局原价350元 除夕这天只要铜板价50元 至于绣筹太阳花以及翠珠 通通是百元有找 根据农业部统计 整体花卉供应量 照去年同期增加6% 每把均价约118元 比去年的151元价格更亲民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 来买 买这个百合 这很漂亮 然后是虫板的 我每年都买这种 开切超美的 一把300 徐花都是卖最好 然后再来是因为情人节将近 所以大家也会先提前准备 情人节的花 今年还是有比去年好一点 切花买气热络 倒是盆栽区 人潮脆了两样勤 专做水仙花生意的老板坦言 过新年赏水仙 是不少家庭过年习俗 但现在有钱也买不到 疫情那一年开始到 今年第四年都不能进来 好多客户好伤心 都买不到 买不到投喜又招财的水仙 也能选择蝴蝶兰 象征大红大紫 或是其他花束 花开富贵过好年 继续留配领方此采访报道